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考试院第13届院长副院长 以及考试委员被提名人的介绍记者会 那么其实在稍早这场记者会开始之前 总统已经完成的接见我们所有的被提名人 其免大家可以持续的为我们的国家贡献 正式向国人来推荐总统提名的考试院 第13届的院长副院长以及9位考试委员的人选 考试院第12届的院长副院长及考试委员 即将在今年的8月31日任期届满 总统就依据宪法征修条文的第6条的规定 提名黄荣春先生为考试院的第13届院长 周宏先生为副院长 陈锦生先生等9位为考试委员 将在今天只请立法院来同意 首先让我们来介绍院长被提名人黄荣春先生 请坐 黄教授现年73岁是台大心理学的博士 现任中国医药大学的讲座教授 黄先生历任政府很多重要的职务 曾经担任过行政院的政务委员 教育部的部长等等 而且曾经担任过中国医药大学的校长 黄先生的学术地位崇高 行政历练相当的丰富 他在教育部长的任内 推动了大学多元入学方案 大学卓越计划等政策 深具创新的理念 在中医大校长的任内 也积极强化教研的品质 提倡国际接轨 以黄校长的国际视野 还有他的前章思维 相信一定能够引领考试院 这一个新的团队来推动改革 并且使考试院转型为 称职的国家人力资源部门 是此次总统敦请黄先生 来担任考试院院长的最重要的一个考量 这一次的提名人当中 在11位里面 男性有6位 女性有5位 所以女性占了45% 那9位当中呢 有担任政府职务的经验 其中有6位 曾经担任过部会的政府所长 而且有半数以上 参与过考试院的点试 命题月见的工作 还有5位 曾经担任过大学的校长和副校长 所以从这个阵容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次的考试院 是总统寄予获望 而且呢 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我们 整个省建委员会 要延览 扩大延览 让更多的人才 能够进入到 这一个考试院 新的考试委员的名单当中 我过去长期是在大学 跟教育机构来工作 主要是跟人才培育 以及专与训练的教与考是有关的 今天被提名为考试院院长的职务 考试院这个机构 主要是跟考训有关的国家机构 今天能有这个机会再度进入政府 来为国家社会消理 定当全力以赴 第二点是 总统在最近 520的就职演说里面 他说将要要求立法院 同意以后的新团队 提出完整的改革方案 刚刚前副总统也提了 要检讨过去的思维 转型为称职的 国家人力资源部门 而且培育 现代政府所需要的治理人才 我想我们这个新团队 假如立法院同意通过了以后 我们会成为一个整合的团队 会来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从现代化 以及具有国际视野的新的框架 来提出完整可行的改革方案 尤其是政府各部门 是真正尽用与培训 优秀治理人才的机关 我们会与行政院 以及其他部门来沟通协调 大家成为国家的策略伙伴 但是考试院负责的 也不只是公务人员而已 因为还牵涉到各行各业的专业证照 还有相关的退府的事务 所以我们会一起来合作 互相合作一起解决困难 来做好国家人才的 等于是有一条边的交考训用的工作 至于考试院的存费问题 这个是已经存在很久 而且但是去年立法院修了考试院组织法以后 我觉得已经有相当进步的价值在里面了 我们会在这个基础上 来按照宪法的这个精神 我们来考量这个问题 我想您刚刚那个问题 可能到目前为止 考试院也是列为 以前过去数年以来都曾经讨论过的 我因为还没有到考试院 事实上我不是很完全清楚这个问题 我会好好地来考量这个问题 谢谢